哈喽大家好 我是凌晨补卷 今天要介绍的是 松山寮阳所所长宿舍 是日治时期新建的 木造历史建筑 现在它正被修复保护当中 但如果它是在日本的话 可能就不会被保留下来 也说不定 因为日本比较重视 国宝与重要文化财 所以台湾注重保存 向松山寮阳所所长宿舍的 历史建筑是很值得敬佩的制度 因此在台湾的 日式建筑很受到国际的关注 这位日本的一级建筑师 杜边易孝先生 是非常喜爱台湾日式建筑的日本人 光是松山寮阳所所长宿舍 就已经来了第三次 他认为这里使用的修复技法 以及建筑形式非常独特 接下来我们就请他 以本身的建筑专业 来介绍松山寮阳所所长宿舍吧 昔ながらのやり方で古い方法をきちんと使って修復している 凄いね これ 我看見了這件衣服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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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的西基建築物是 出窓的衣服 特地出窓的衣服 是在樓上的 在樓上的圖上的圖上的圖上 日本ではそんなに出窓は多く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台湾の日式では出窓が特徴 もう一つはこの小さな腰窓ですね 腰の下についている窓ですね これは多分日本にはあまりなくて 台湾の暑くて蒸し暑い気候のために 台湾で生まれた一つのデザインだと思います こういうところを日本の建物と比較するのがとても面白いです 2年前は気づかなかったんですけど わからなかったんだけど ここの壁が和室なのに木ずりを使っている これは洋風の作りですね だから和室なのに洋風の下地があるというのは ちょっと台湾的で面白い 2年前にあれだけボロボロだったこの建物が 今新しい命を得て 復帰そうとし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でした 完成したらまた見に来たいと思います 実際通過歷史建築的保存 除了認識建築空間的特色 与細膩的修復技術外 更是為了讓我們有機會 看見更多台湾過去的歷史與文化 如果沒有修復 保存松山療養所所長宿舍 就沒有一個地方 讓我們紀念松山療養所 以及当初為了防治結合 並努力的医護人員 希望108年完工後 你也可以一起來這個地方走走 讓松山療養所的歷史 繼續傳承